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陈奕迅是获得了大奖最佳专辑 高兴的昨天晚上是开香槟来庆祝 不过肖敬腾和方大同的场子 就显得有一些落寞了 日为四项大奖的这个方大同 和新人奖的肖敬腾 他们这次都共估 原本是要到香槟来庆祝的 现在换成了百开水 到香槟 陈奕迅得到大奖最佳专辑 情绪炒骸 有女儿的幸运物加持 陈奕迅超旺 不过陈奕迅开心 方大同跟肖敬腾 这一次全部共估 落寞用歌曲来表达 有时候 有时候 你会相信 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 能用睡不朽 用一首红豆解朝原本要倒的香槟 临时换成了白开水 喝了一口肖敬腾和方大同 要互相打气 他喜欢自己唱的东西 而且他现在很开心 人家也有拿奖 他也有觉得很好 那是大丈夫的那种叫什么英雄态度 不过肖敬腾没有得到新人奖 他说原本自己不是很在意 但是看到工作人员很失落 他也有点难过 其实我反而比较担心 我身边工作人员 他们比我还要难过 那我看他们难过 我就我也很难过 方大同和肖敬腾全数共估 只能互相打气 明年再加油 专选台北综合报道